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我对于投资的看法 然后还有我推荐的证券交易公司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其实我在出社会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说自己该什么时候开始投资会比较好 那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本钱 所以就直接暂时搁置了 所以一直到去年新加坡封城的时候 我才开始真正很认真地继续研究投资这一块 那那时候我就在网络上面找说 在新加坡要怎么买股票 那时候跳出很多东西 就是说我需要CDP 然后又要去不同银行开户 那我觉得哇,真的是太麻烦了 那我想说那不然我就来看看 台湾人都是用哪一些途径去购买美股的 因为那时候我是打算就是进去美股这样子 那那时候我是有在听股癌 大家都知道股癌吗 对,然后台湾人大部分都是用first trade去做交易 那我那时候研究first trade的话 其实它对于我人在新加坡 然而是新币 其实下面来说非常的不划算 因为我需要把新币 然后再转去台币 然后再台币 然后再去美金 反正就是过程很复杂 然后其实就是非常的不划算 所以我就没有打算就是用first trade 甚至后我朋友推荐我就是说 新加坡其实有非常多还蛮不错的证券交易的APP 那新加坡比较常见证券交易APP呢 大概是有这些 就是老虎证券,富途牛牛号,IPKR 那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老虎证券 那至于有什么我想要分享它呢 主要是因为它有蛮多优点 就是值得我真的推荐给你们 老虎证券呢 它是一个创立于2014年的证券交易公司 它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 就成为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司公司之一 在它背后投资的金主呢 有小米,IPKR,还有Gin Roger 那Gin Roger表示 这是它第一次投资中国创业型的证券交易公司 那大家知道其实它还是蛮看好这家公司的 至于为什么我会想要推荐老虎证券这个APP呢 其实呢第一个优点呢 也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其实它是华语友善的 老虎证券这款APP呢 它是主要是针对华人市场去做设计的 因为像我的母语不是英文的人 那在新加坡其实蛮多证券交易公司的APP 它们都是用英文为主 那如果就是我看错或是操作错误的话 就是会导致后续非常的麻烦 那老虎证券的话呢 它所有界面都是用中文显示的 那它也有提供20小时的中文客服服 像我那时候开户的时候有遇到一些问题 那我直接透过APP里头 跟他们传讯息说我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在不到一分钟之内就回复我讯息 然后也很精准的帮我解决问题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够的 因为其实像这种投资的东西啊 每一份前期都是我的血和钱 所以我对于这种就是会格外的小心 在决定好要用哪些证券交易公司之前呢 我就会先上网 然后查很多资料做很多功课 然后才去下载使用它 大家应该知道新加坡法律是非常的严格 所以基本上只要新加坡就是政府有认可的东西 我都会觉得还蛮放心的 那像是老虎证券呢 它就是受到新加坡金管局的认可的 而且它每个账户呢 它都是独立管理 它在新加坡也是有尸体办公室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总结这些 它算是一个还蛮值得信任 然后也具有安全性的一个证券交易公司 所以大家完全就是不用太担心 第三点呢就是它是零月费 而且手续费超低的 我觉得零月费对于我这种小额投资者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棒 因为像我一个月的交易次数啊 其实没有到非常多 那如果一间证券交易公司 需要收我管理费 又要收我月费的话呢 那这样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划算 那老虎证券呢 它就是不会收取你任何托管费啊 出入金的费用 也没有闲置费 或者是账户维修的费用 这样子 那它的手续费呢 其实我这样相对比较一下 其实它算是还蛮低的 那我下面呢 会放老虎证券的官方网站的链接 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各种不同交易的手续费是多少钱 第四点呢 就是它开户真的非常的容易 然后又很方便 就是它开户的东西都是非常的直觉化的 我那时候我记得有开户 前后不到五分钟之后 就是开户成功的讯息 所以当老虎证券 早上递交资料 晚上开户成功的时候 我就真的超惊讶 我这边有图大家可以 就是我待会有图大家可以 就稍微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快 我觉得 如果你听到这边呢 你也想要成为老虎证券的使用者 现在注册跟开户都有好礼相送哦 现在只要注册呢 你就会获得500元虎币 那这个Tiger Coins呢 就是一个虚拟积分 那你可以用这些积分呢 去兑换礼券或者是礼物 第二点呢 就是在180天内 你的60次交易 它都是不会收取任何手续费的 然后超过60次呢 它才会开始收你的交易费 我觉得最棒最棒的意义来了 就是它现在有入金福利 就只要你开户成功之后呢 你只要将2000块新币 或者是等值的货币呢 存入这个证券交易的APV里头呢 那你就可以立马成为苹果的股东 你就会获得一股免费的苹果股 是不是很棒 我觉得 这个2000块呢 其实就是你把你从银行的钱 然后你存到这个证券公司里头 那你之后都可以再用这个2000块去做其他的交易 听到这边呢 你也想要成为老虎证券使用者呢 欢迎您点入下方资讯栏的连结 一起去开户成为老虎证券的使用者吧 其实我觉得这场疫情喔 真的是让人家会反思很多啦 就是像对我来讲 之前是做航空演嘛 那一期之间我就是没有班可以飞 然后也就是没有收入来源 那我就会开始想说 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工作啊生活啊 就是你不可以只有一份收入而已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寻其他的收入来源 那我觉得投资就是一个蛮好的管道 其实你不用有非常多的本金资金 然后才可以开始这个东西 你只要有一点小小的钱 你就可以开始进入市场 然后实际操作 你就可以慢慢开始累积经验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喔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分享 那记得帮我的影片按赞 然后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喔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